包括今天这起意外 康瑞台风在中南部这次酿成了不少的灾情 不仅民众抱怨连连 也意外点燃了一场中央地方护杠的战火 其中这台南市长赖清德 左批治水预算不够 又打气象局预报失准 而内政部长李洪源昨天无奈的说 南部地区烟水烟成这样 地方政府处理的荒腔走板 也让他内心实在很殴 台风夹带超大 好与中南部灾情严重 防灾视同作战 但位于前线的地方父母官 这场战役打得头头头 中央指挥官看不下去 至少两次告诉他们说 你一定要开设 为什么那是我们的专业判断 你一定会出事 内政部长李洪源说重话痛批 地方灾害应变荒腔走板 百姓泡在水里 他又嗷又挫折 还听到当官的把责任赖在别人头上 其实大家也没有在批评 或是规则都要是相局 可是他昨天开个记者会是 要视频是不好的 安静德市长上山一话告状 外气相局还说中央给的治水 预算不够 李洪源根本停不下去 因为最基本的应变中心 若是没有及时开设 地方政府就无法进行预防性撤离 万一遇上国军无法进驻 登山客又不知何时该下山 就会危及人命 政府就有刑事责任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检讨 就是说我们告诉你要开设 你是一定要开设的 台风来袭 中央地方起波澜 防灾问题快变成政治心结 点燃战火 中央新闻中央报道 中央地方起波澜